在三亚的豪华游轮返航的那天,我的人生彻底改变了,蔚蓝的海水洗刷不干净的耻辱,内心忐忑翻涌,比海浪还要颠簸,船舱里,房间里,甲板上,散落的酒杯,流淌出来的名酒冲刷着地板,裹挟着难以名状的各种液体,散发着阴晕的味道,还有撕扯下来的布料,和用过的,没用过的,安全套。 那是十年前的春天,我叫刘丽雅,是一名舞蹈学院的在校学生,学的是民族舞蹈,身材奇长,曼妙,凹凸有致,在我们学院里,就连其他女生也对我的颜值和身材刮目相看。 我老家里还有个弟弟刚上高中,母亲一只腿瘸了,不能工作,所以刚上大学的我就寻思着出去找兼职。 正经的兼职,哪有这么好找,无非就是去当当礼仪,冲冲群演。 稍微好一点的,可以到省节目里表演伴舞,一天下来几百块钱。 后来在朋友的怂恿下,参加了模特比赛,在比赛中认识了经纪人那姐。 你还想不想出名了那姐问我?出名意味着钱多,我点了点头。 这个节目的导演说你的清冷气质很特别,想今晚点拨你一下,随后那姐将房卡塞到了我的手里。 尽管之前我一直守着底线,但是高中的时候就谈过朋友,我觉得也无所谓,导演是个五十岁的大叔,这张房卡让我明白了一切。 这一夜,五十多岁的身躯在房间里气喘吁吁,他哈的每一口气都夹杂着烟酒气息和莫名的口臭,过了二十分钟就缴械投降,他让我当着他的面跳了几支舞,然后又兴致勃勃地再接再厉。 后来,我拿到了这个比赛的第四名,拿到了一笔奖金,立马只留下零头做生活费剩下的全会给老家。 爸妈只知道我得奖了,但不知道背后付出了什么代价。 那姐来的电话也越来越勤,无非都是一些外地的老板来到这个城市,需要人陪伴他们度过落寞的夜晚,吃饭,喝酒,开房,睡觉。 那姐知道我的分寸,也不会给我找太过分的客户,我能拿到一笔可观的小费。 而那姐也有抽成,平时我俩还会约着逛街,她就像是姐姐一样带我入行。 到了下半学期开学,那姐忽然邀请我去海天盛言。 这是个赚钱的好机会,那些人出手可大了。 虽然玩得也挺野,去年有个好姐妹,一个晚上就赚了超十万。 十万块,一下子就能将我弟弟的大学钱凑出少。 我咬咬牙答应了,按照那姐的要求,提交了身份证信息。 还有给他们拍了性感的照片和视频。 到了三月底,那姐来电话说准备出发。 我以妈妈的腿伤复发未有,跟辅导员请了个假。 把学校的事情办完,我就去找那姐,她通知我到她家集合准备出发。 我穿了个牛仔短裤,吊带背心,薄纱风衣,拿了个太阳镜,编织帽, 自认为这样的装束能让我青春的风姿展露无遗,也适合游艇玩耍。 但那姐一开门就说,就这。 那姐拉上我和屋内另一个小姑娘,去了美容院。 这个小姑娘看起来很小,至少比我少个两三岁,她说她叫小兰。 到了美容院,我知道自己准备得多浅薄,那姐带着我和小兰, 从脱毛到美睫美甲,连头发丝都做了发根烫和整体保养。 三人浩浩荡荡折腾了到深夜,最后还剩下私密保养项目时, 那姐突然开口了。 这个项目小兰不行,你们看着给她换一个。 原来小兰还未经人事。 我跟那姐对了下眼神,她连忙跟我解释, 爱,是她自己求我的,放着书不读跑来想办法, 家里的父亲等着要手术前,我看她确实是标志, 就,晚上我们休息在那姐的公寓, 第二天就有豪华车来接, 她千叮嘱万嘱咐,一定要放得开, 可以娇羞一点,装清纯没事, 反而能撩到那帮大老爷们, 但是千万不能太刚烈,耍小聪明。 你人在海上,要是船开到公海, 把你弄没了,也是有可能的。 那姐又将小兰拉到了一边, 特别嘱咐了一遍, 小兰刷得一下脸就红了。 我只听到一些关键词, 说什么,不要轻易答应, 加码,干脆玩大典, 这一次很宝贵,要拿下个大单子, 豪华车把我们带到了机场。 又辗转去了三亚刚下飞机, 又是另一辆豪华车, 不同的是,多了另外三位身材出众, 面容娇好的美女, 她们穿着火辣,性感撩人, 一看就是同行。 豪华车把我们拉到了码头, 就看见一艘小船, 船上还有其他美女, 但是看不见男士, 这只是接驳艇, 那船太大,开不进来。 一个船夫看着我疑惑的表情, 赶紧回答。 我点了点头, 接驳艇行驶的过程之中, 有两个女人上来轮番给搜身, 手机之类的所有电子器件是 完全不能带上去的。 后来那姐跟我说, 之所以不让男的搜身, 是因为船上的老板还没碰过咱们, 别的男人还不能碰的原因吧。 很快, 接驳艇将他们运到一艘船边, 或者可以说是一艘巨轮, 接驳艇在这艘巨轮旁边是那么的渺小。 甚至还有很多小的接驳船往巨轮上送人。 甲板上有很多穿着比基尼的美女, 甲板之上, 游轮还有三层, 我往上一看, 每一层的男士都不太一样, 最低那一层的男士穿着得体, 比较年轻, 我估计是刚富起来没多久的新鲜白领。 中间一层的男人多是四五十岁, 手上豪气地带着名表, 捧着酒杯, 或相互攀谈, 或打量着甲板上的美女, 有的干脆左右各抱着一个, 上下棋手, 顶层只有几个发胖的男子, 还有两个是白人老外, 其中一个穿着衬衣, 扭扣解开, 叼着大雪茄。 她低头看着我们, 和那姐的眼神对上了, 那姐朝她挥了挥手, 拽着小兰就上去了。 尽管我不怎么看电视, 但依稀觉得顶层和中间层 有些眼熟的男人。 我辗转了一天有些累, 两边的桌子上 摆放着一些吃的, 就随便拿起来吃。 红酒海鲜和水果等等, 都是高端的食物。 在一级城市, 像这样的自助餐, 每个人要好几千。 与此同时, 我还受到来自楼上的一些 不太友好的目光, 正在扫射着我。 慢慢入夜了, 我们走到了客舱内部, 这里更像是一个大舞厅, 圆形的舞池在下方, 周围一圈的座椅, 男士们在舞池纷纷落座, 然后音乐响起, 几个胆大的女孩子 就开始入池跳舞, 展露自己的身材, 一边跳一边拖, 渐渐地就只剩下一块遮羞布, 但是随着身姿的舞动, 这些遮羞不约等于无。 有几位男士下来抓走了女士, 转身就往客舱里走, 还有几位女生, 只顾在舞池里扭动, 肢体僵硬, 也不脱衣服, 很快, 一位戴着墨镜的黑衣男子下来, 打了他一巴掌, 撕下了他的裙子, 示意他放开跳。 但这位女孩并没有听命, 反而拿紧剩的布料裹着自己, 摇了摇头, 你他妈装清高, 就别上这艘船。 黑衣男子说道, 待会把你扔到公海里喂鲨鱼, 也没人知道。 他掐住了女孩的脸, 问, 能听话吗? 女孩点了点头, 擦干了眼泪, 干脆脱掉了衣服, 一丝不挂扭动起来, 黑衣男子没离开舞池, 打量着这一切, 忽然一把将美女抱走, 女孩在他怀里试图挣脱, 但他也只是抱得更紧了。 正当我还在看热闹的时候, 一个中年男人凑上来了, 他肥头大耳, 穿着裤衩和花衬衫, 一脸碎胡子, 走过来跟我说, 注意你很久了, 你下去, 跳一个。 我低下了头, 点了点头, 走到舞池里, 他也在边上找个地方落座, 我只在他跟前跳舞, 因为是学舞蹈出身的。 尽管现场放的是动感的电子乐我, 依然能跳出国风的舞蹈, 我将薄纱披肩顺势抛到他的跟前, 翩翩起舞, 周围感觉有其他人停了下来观看, 我没有继续脱衣服, 而是让肩带时不时滑落, 让小吊带时不时掀起, 我还翻了个跟头, 有一瞬间, 可以让面前的观众一览无遗, 肥头大耳的男士赶紧走入舞池, 他说, 我想让你只表演给我一个人看, 周围的其他人上人们起哄了, 庞总要一个人独占呢, 庞总今晚有福了, 庞总带我, 我记得那姐跟小兰说的话, 提醒她说, 大家都想看我表演, 我没理由, 这就走吧。 我出三倍价钱, 走。 她拉着我到了一个房间, 这个房间在甲板下第一层, 很大, 里面有钢管, 吊绳, 提鞭, 门啪哒一下锁上了, 我听到她咕咚咽口水的声音, 你的舞蹈, 我很爱看, 身体柔软女孩, 应该很好玩, 听着她说的话, 我借着钢管继续跳着, 一边跳, 一边卸下了身上所有的衣物, 她坐在窗边, 虎视眈眈地看着一切, 慢慢吞下了自己的衣服, 也起了反应, 她走上前来, 把我牵到床上, 我们折腾了一夜, 换了几个花样, 但没想到一屋子的道具 也没派上用场, 庞总还是个很传统的人, 使不上进了, 第二天起来, 我看她在揉着太阳穴, 想起来那姐跟我说的美色常有, 感情围上我乖乖乔乔乔起身, 坐在庞总那边, 扶着她的头枕在我大腿上, 然后开始帮她按摩, 我没多说话, 但手上了用了新的, 跳舞的人磕磕碰碰多, 我为了给自己按摩活络, 这手按摩的功夫 是特意学了的, 没多久就感觉到怀里庞总的身体 更放松了些, 我就这轻柔的手法, 温温柔柔跟庞总开口, 庞总经常头疼吗? 是不是思虑过重了呀? 我帮您按着有没有舒服点, 庞总拍了拍我的手, 做生意的, 哪有不费心费脑的? 我轻轻地叹息了一声, 然后一个吻落在庞总眉间, 生意上的事情, 我不懂, 帮不了您, 那我今天好好帮您按按, 好歹让您今天舒服点。 我的话音刚落, 庞总竟然笑出声没想到啊, 这船上竟然有个这样的红粉家人, 你亲那一下, 可亲我心头上去了。 我洋装娇羞, 娇滴滴说了句讨厌, 庞总拍了拍我的手, 你这两天, 就乖乖带我身边吧, 我可舍不得把你让给别的男人了, 放心, 下船不会亏待你的。 我心里高兴极了, 嘴上温温柔柔答应着, 好, 我早已明了, 如果非要让人霸占你的身体, 一个总比多个好, 至于颜值年纪不重要, 他有钱就行。 转眼又到了半下午, 我和庞总缠缠绵出了船舱, 遇到了小兰。 我打量着他, 衣服是一件新的男式T恤, 白色很薄, 身体若隐若现, 但我看到在他身上, 有了一些被掐, 被鞭打过的痕迹, 嘴角也有一些淤青, 他走路都走不稳, 我想这个像瓷娃娃一般精致的女孩, 估计是昨晚被打碎了。 我走到船舱内, 舞池里一片狼藉, 散落的酒杯, 流淌出来的鸣酒, 冲刷着地板, 裹挟着难以名状的各种液体, 散发着阴晕的味道, 还有撕扯下来的布料, 和用过的, 没用过的, 安全套, 还有一些斑驳的血迹, 分不清是被碎片划破脚所留下的。 几个服务生在那里打扫着准备今晚的另一场派对, 他们嘀咕着, 那个叫方方的一边被打, 一边被弄, 都撕裂了。 那个刘总没做安全措施, 就完了五个, 有个老外在甲板上, 让女的扶着船舰, 再次庆幸自己。 我们落坐在了舞池外围的精心收拾的包厢里, 舞池里上演着和昨天一样的戏码, 而包厢里都是组好的, 那姐给我们发牌, 开始打起了扑克。 带走小兰的就是那天在顶层船舱和那姐挥手的男人, 才知道叫张总。 张总直接把小琴包在了腿上, 庞总也示意我上去, 没多久, 其他男人身上也有美人坐在了腿上, 等发牌结束, 我才知道老板们为什么要抱着美女玩扑克, 他们是让美女来帮忙摸牌, 好解放她们的双手, 至于解放双手出来干嘛? 用途当然有很多, 比如喝酒, 比如抽烟, 比如摸美女。 我小心翼翼地坐到庞总的腿上, 一坐上去, 我的身体便彻底陷入到庞总的怀里, 开始感觉有些别扭, 忍不住挪了挪臀, 想往外坐一点, 然而我的腰侧很快被他的手掌按住了, 我明白了主的意思, 回头朝元先生笑了笑, 主动献上一吻。 为了方便女人们坐在男人的腿上, 桌子距离椅子都有段距离, 女人们每次都需要, 前倾伸手弯腰去拿牌或者打牌, 腰跟臀部都会动移动, 坐在男人的大腿上的身材交好的一群美女, 每次弯腰就会展现出美好的身材弧度, 这种视觉享受, 打牌也成了另一种快乐。 我不懂游戏的规则, 就这元先生的指令一步一动。 玩了几轮后, 旁边一个小黄毛就开始吐槽, 胖总你今天抱了个金娃娃吗? 运气逆天啊! 胖总只是笑, 张总却不想惯他, 你玩不过他那是运气吗? 你那时候可在人美女身上探索半天了, 分明自己不专心, 张总你看看你自己在说话, 你别跟我说你认真打牌, 你看看你怀里的小美人, 脸都红透了。 我抬头看了一眼, 小蓝的确双颊通红, 眼睛水汪汪的, 一看就知道刚才张总肯定做了什么。 庞总干脆把我手里的牌一抛, 算了算了, 最难辜负美人恩, 排今天就到这吧, 说吧直接抱起来我, 往船舱走去。 张总也拉走了小琴, 又是一夜疯狂后, 第二天早晨, 服务生通知我们马上邮轮要开回三亚了, 庞总依依不舍, 我继续坐足全套戏码, 抛下了一个恋恋不舍的表情, 他快速写了张支票, 塞到了我手里, 还是跟来的时候一样, 有个接驳的小船。 小船上我们一行都沉默不语, 直到下了船, 上了另一辆豪华车, 乘客只有我, 小蓝和奈姐的时候, 小蓝才忽然放声大哭, 在他吞吞吐吐的气宿中, 他说张总玩得很大, 一开始不听话就打他, 粗暴地弄完一遍又再来一遍, 中途有服务生敲门送酒, 张总让服务生留下, 也加入到对小蓝的开发当中, 我暗自庆幸, 一边安抚着他, 一边数着庞总开的支票上的零, 八个。 飞机落地后, 我就找了银行兑付了这笔钱, 后来断断续续地接了一些奈姐的客户, 把这些钱分开寄回去给家里, 等我大学毕业的时候, 弟弟也顺利考上了大学, 我上学几年兼职的钱都保存起来, 后来找了一份小工作, 一个老实人, 我再也没有见过庞总, 没有踏足过三亚这片地方。